大家好我是阿鑫 阿鑫今天拍什麼 今天要拍的就是 Gun of Free 再開始今天的主題之前 請確保 已經訂閱阿鑫 今天拍什麼這個頻道 沒有錯 終關近幾年的這個球鞋產業 不然發現其實有很多品牌 都已經紛紛的 將這個 3D 的打樣技術 注入了球鞋的設計裡面 就像是 Nike 所推出的 Vapor Fly Fly Print 還有在 1998 年首次問世的 Rebox Opus Running 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 IDA 4D 的跑鞋啦 言下之意呢 代表整個球鞋圈 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紀元 也因此今天呢 就要特地介紹一雙鞋 也是一樣用了 3D 一體成型 打磨技術所製造出來的鞋款 它是什麼鞋呢 就是來自於咱們羅志祥 在 2019 年所成立的品牌 God No Fear 壞壞 可以看到這雙鞋的鞋盒 已經跟一般我們所買的 你的球鞋的鞋盒已經有很大的差 表面的等級真的是有差 非常非常有質感 很像精品的感覺 那我們可以看到鞋盒上面 就大大給你一個 God No Fear 的 Logo 以及 Band New 好 這個Band New 等一下再來解釋一下 我們先看鞋盒到底長怎麼樣 鞋盒一個T型的感覺 而且呢 非常有分量 下面就有兩個品牌 Logo Band New Logo 很像一個惡魔 那 Gard No Fear 就是一個星星嘛 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我們看到鞋標 鞋標上面最清楚的打著 Band New x God No Fear 39 號 女生的尺寸 因為這雙鞋在台灣發售的數量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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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少 所以呢 今天很榮幸可以拿到這雙 有一雙鞋開箱就不錯了 就要偷笑了好不好 給各位看一下 來 把它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這雙鞋啊你把它做到這樣你看看 因為它外面就是用一層 厚的透明厚克力 把它蓋住這樣子 那上面就寫了什麼呢 Break It Reborn It 就等於說是把它打破 重塑的意思 等於說這雙鞋呢就有這兩個DNA 打破傳統 以及重塑未來 這兩個DNA 我應該沒有念錯吧 那鞋子本身就是用一個 哎呦 防塵袋給你包起來 非常費工 那裡面還有一張卡片 上面呢就是有我們主理人羅志祥的一些 一些話要給大家 給你一些勇氣讓你無所畏懼 酷下去 鞋帶 以及這個吊牌3D PRODUCT 就是它一個工法的一個註冊商標 就像你買GOTEX 它會有一個很大串的 標籤給你 是一樣意思 環保軟膠 哎呦 它這個鞋盒裡面 好酷喔 它是會反光耶 好啦 接下來重點之重就是 我們的鞋子本身啊 撐開來就是 阿娘惟 死鞋真的比我想像中算蠻多的 我們把它給大家看一下 真正no joke啦 好不 真正no joke啦 首先我們先從這雙鞋的名稱談起 這雙鞋呢就是 Ganoffier x Bare New Chunky Sneaker 2 變色龍 Sneaker 2 第二版 也就是它的第一版 就去年發的那雙鞋呢 基本上是秒殺的階段 它是用一種比較黑白元素的 呃 配色去做 那第二代有了變色龍的稱號 可以明顯感受出 為什麼叫變色龍呢 它的這個環保膠底啊 真的會隨著不同的顏色 來做出不同的變化 它有紫色跟藍色 非常非常的變幻莫測 而且這對於一個穿搭來說 其實還蠻有一個視覺效果的 所以它變色龍的稱號是這樣由來的 那我們繼續看到 這雙鞋子兩個單位 Ganoffier 大家應該非常清楚 就是羅斯祥的品牌嘛 那Bandnew 呢 其實這個品牌 可能大家比較陌生一點 它是在2016年所成立的鞋旅品牌 那它旗下呢 非常非常拿手是什麼呢 就是咱們剛剛提到的 3D的製鞋的工藝 如果你去它的官網看 可以看到 除了Ganoffier的聯名以外 其實它自己也有推出沒有聯名的鞋款 那這個聯名的鞋款的特色就是 它擁有非常非常特別的中底 還有它的輪廓也非常的鮮明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就是要大家提到了 哎呦 3D的技術到底怎麼一回事 那3D技術其實有很多優點 也是一個未來的工業設計趨勢 那它的優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它非常環保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照你的想法 照你的構圖去直接做出一塊模型 它不需要在那邊採 用透過車床去把它的模型給採出來 所以你就會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材料的浪費 好啦那第二點其實跟第一點息息相關 剛剛提到很環保嘛 那它第二個優點呢 其實就是可以將你的創意給實體化 只要你有一個三圍的模型 基本上這個機器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像這個中底 如果你是透過一般傳統的造寫來做的話 基本上這種線條感是很難去做出來 你必須要開模 其實現在3D技術就不用了 你只要輸入那個模型之後呢 它就直接把你印出來 你應該看過那個影片就是一個機器在那邊畫 有沒有就直接打磨出來 這樣子 所以以上就是3D技術的兩個優點 好吧 那我們繼續湊近看一下這雙3D的大底有什麼細節好了 基本上呢 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沒有小時候買過鹹蛋超文 或者是一些玩具的塑膠模型 它這個觸感模型其實就跟這個有點像 你知道嗎 就是阻力非常大 而且呢 有點厚實感這樣子 那這一次 Done of View 就是用這種復古的鞋底來呈現 大底 這邊就可以很明顯看出來3D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要做出這種底的話 很難做啊 因為你現在回想 如果你有看兩雙鞋底長這樣的話 來 幾箱五一八 開玩笑 沒有那麼兇 反正這個底就是很特別 因為它有一種要乾不乾的感覺有沒有 水滴感有沒有 你放這樣子感覺要滴下來 但是沒有滴就很像濕濕的這樣 那我剛剛仔細看它的中底 其實它的刻紋其實沒有很多 所以它這邊就很貼心的貼一個 防滑的一個頂高標示給你 所以這雙鞋呢 在下雨天的時候 甚至在一些特定的材質上面走的話 真的要特別小心一點 不過我覺得還好啦 羅志強穿這雙跳舞 應該還夠撐啦 我覺得 接著我們看到中底的部分 中底這個有沒有 環保滷膠有沒有 一直延伸到 漩頭的部分 來往上看 它就做了一個 材質的拼接處理 是一個設計這樣子 什麼拼接設計呢 滷膠 上面這邊就是橡膠啦 橡膠的話 它做比較薄一點 然後蓋住鞋子本身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一個洗肌 三分之一或者是六分之二 隨便你或者是九分之 自己算 這個感覺很像就是 炙燒你知道嗎 你買一個喜事片 放在一個鞋子上面 蓋住 然後用噴槍 把它噴下去 然後就融化 然後就會慢慢包住 這個鞋面 有沒有 乾了之後呢 它就變這個樣子了 那接下來它繼續做了一個 拼材質拼接的變化 鞋勾式的設計 毛毛的 為沒有收編的設計 你看一層兩層 那鞋舌的部分呢 一直圍繞著這個鞋方的部分 都是用這種毛茸茸 沒有收編的設計 好 看完之後呢 看到鞋側 Garno Fiat Logo 那這個Garno Fiat Logo 它的顏色呢 其實跟這個中底是有呼應的 都是有一點 有沒有 紫藍 藍紫藍紫的感覺 鞋後跟它給了一個 放數挺高的材質 做成了提環 然後上面就刺上了猩猩 Garno Fiat的猩猩在這邊 那這個鞋墊應該就是 Bennew 所做的啦 因為他們本身在做球鞋 所以這個東西呢 應該就是他們家自己的東西 然後上面就打 Bennew 後面呢 就是他們的 Logo 相當的厚實 我在想這個整體的 緩震性應該是來自於這個鞋墊 因為我剛剛這樣摸 其實它的 環保乳膠其實沒有太大彈性 你知道嗎 其實還蠻硬的這樣 沒有太大彈性 所以如果為了增加舒適度 它加了一個非常厚的乳膠鞋墊給你 不錯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為各位介紹的 這雙 Garno Fiat 還有Bennew 所聯名的變色龍 不喜歡各位看官們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今天自己開箱完 我是覺得還蠻有感觸的 為什麼 因為之前我們在做開箱 就是要大不了就是 Nike 愛迪達 Converse Ribach Puma 這幾個球鞋大廠 一直都是這幾個品牌在輪這樣子 但想不到有一天呢 我竟然會想要開箱一雙 不是來自於球鞋大廠的鞋子 畢竟我們自己做的品牌 沒有像這些大廠一樣 有那麼龐大的工廠可以做 所以要生產一雙球鞋 其實是真的蠻困難的一件事 因為球鞋不像衣服鞋子一樣 其實打個板就好了 球鞋要考量到的因素非常非常的多 好嗎 而且他又是用3D技術做出來的鞋款 真的真的真的 我覺得 以一個 自己的品牌來做球鞋 做成這個完成度真的很屌 我真的蠻佩服 小駐羅志祥他的設計思維 蠻屌的 好 那感謝今天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開箱 這樣 那最後呢 一樣 我們有禮物要送給各位 這樣子 就是來自於我們Edwin 的牛仔日曆 然後下面還有兩個口袋給你 放在家裡 算日子 算什麼日子 發薪水的日子 因為發了薪水 你才有錢可以買球鞋 OK 那這個東西呢 就送給各位 那遊戲規則一樣 只要訂閱這個頻道 訂閱我個人IG 以及在底下留言 與我分享 你對於這雙Garnoff Deer 變色龍的看法 就有機會 可以得到這個 小心翼啦 好不好 不要嫌棄 因為我覺得 每集就是回饋大家一點點 因為大家非常支持我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鑫 我們下次見啦 嘿 剛剛忘記跟大家講一下 這雙鞋呢 將會在1月21號的時候發售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Garnoffel的官網 看一下它發售渠道 還有它詳細的發售資訊 下次見啦 掰掰